小岗村总共有20户人家 严弘昌原本打算分化成四个组 但是各组内部人员或多或少总有矛盾 严弘昌觉得要把全队王小了化 于是就把四个组化成了八个组 不过这样一来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父子组 兄弟组或者邻居组 这样实施下去 严弘昌发现还不行 就比如说 严弘昌和弟弟严富昌化在了一组 两家原本和和气气的 却在如何出秦 如何技工上发生了分歧 这天严弘昌去请教当地的一位大业 队里的生产怎么弄才好 对方只是望着他 不说话 严弘昌看出老人似乎有什么顾虑 再三请教 老人则意味深长地说 我说出来很容易 这事不在你会不会干 而是敢不敢干 严弘昌唱有些急了 大眼 只要大家不饿肚子 杀头我都认 老人 顿了顿 说 办法有一个 我只给你三个字 责任天 听到这三个字 也很长 也很长 眼睛一亮 小港生产队是安徽凤阳县有名的三靠队 吃粮靠返销 用钱靠救济 生产靠贷款 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 1962年时 小港曾搞过一段时间的责任田 但是刚没搞多久 就改换了政策 不过小港人确实也发现 责任田里长出的庄稼 一亩能胜过以往十亩的产量 严弘昌认为 既然实践已经证明责任田是好的 那就应该被允许实施 他挨家挨户的和村里人商量责任田的事情 得到的反响很好 1978年11月24日 晚饭过后 小港村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生产队的18条汉子先后摸出了门 迎着凛冽的西北风 陆陆续续向村子最西头的眼里滑加走去 大家对这次会议的主题都心知肚明 但谁也不愿意贸然开口 终于有人开了口 刚解放时大伙都是单干 那时的人与人和和气气 家家户户存有余粮 分田到户肯定比捆在一起 混在一堆墙 接着有人附和 分开单干 再干不好就谁都不愿 只能怪自己不正干